每到农历洗年的前夕,花莲市公所会针对中山地下道进行清洗作业 26号晚间10点钟,清洁队30位弟兄彻夜展开清洗任务 市长魏家燕特别到场关心,他还表示除了墙壁路面清洗 未来要争取经费进行墙面的彩绘,让花莲市容更加亮丽 26号晚上10点钟,花莲市清洁队的伙伴们立即行动 封闭中山地下道两侧出入口,并且展开清洗作业 这是每到农历年前必定要执行的重点任务 今天我们清洗中山地下道,那我们出动的车辆有各型的重型车辆总共有8辆 那在我们清洗跟督导人员的部分,总共出动30个人 那我们预计在晚上的10点,会清洗到早上的6点 那当然我们假如清洗的速度快一点的话 我们是希望能够提早让这个通道能够让还给我们用路人使用 那我们执行的项目内容,包含我们中山地下道的墙壁的清洗 还有就是中山地下道两侧的边沟的输郡 另外就是最后就是我们做最后的地面的一个清洗作业 市长威家彦特别到场关心,并且表示除了清洗地下道 未来还要争取经费来进行墙面的彩绘 农历年前都会对我们的街道做一个整理 那尤其是中山地下道,每一年都会做一个整洁 那也希望说除了清洗以外 我们在今年度能够争取一些经费来做一个 除了修散以外,我们其实看到很多的颜色都已经斑驳了 油漆都已经斑驳了 那希望今年我们争取经费来做一个重新的一个整理 那也让整个中山地下道能够比较干净,比较整洁 那也希望说让过路的人都能够看见我们其实是不一样的 天气冷嗖嗖,清洁队员们从晚上十点钟要执行到隔天的清晨 市长特别带来热甜汤,让队员们可以暖身 同时也叮咛大家要注意执勤时的安全 借轮会幻视报道